正在北京訪問的北韓特使崔龍海 星期三會見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 中共對外聯絡部部長王家瑞 北韓電視台報導說 雙方會面有助於提升朝中關係 崔海龍是繼北韓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張成澤 去年8月訪華後訪問中國的最高級別北韓官員 而王家瑞亦被認為是中國的北韓通 他曾經多次訪問北韓 一般認為金正恩派遣特使訪問北京 是希望緩和因為北韓進行核試發射導彈 而與中國陷入緊張的關係